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上映于1920年的世界第一部恐怖片《默剧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》。 电影一开始便是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坐在一起聊天,年轻男子跟老年男子说了一段自己的离奇经历。 年轻男子名叫弗朗西斯,在德国的某个小镇上大学,小镇准备在游园会上展出特别展品,有一个叫做卡里加里的博士获得了批准。 将在游园集会表演催眠术,就在集会举办的第一天晚上,失误秘书被人用力气杀害,但警察在现场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 第二天,游园集会继续举行,弗朗西斯和朋友去凑了个这个热闹。 正好看见卡里加里在表演,唤醒了一个沉睡了23年的男子。 卡里加里说沉睡男可以看见过去,也可以预知未来。 弗朗西斯的朋友十分好奇啊,上去问了一句自己还能活多久,男子回答说活到明天黎明破晓。 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后,弗朗西斯第一反应就是无稽之谈嘛,但朋友却深信不疑满脸惊恐。 随即两人愤懑地回了家,在路上两人遇到了女主,原来这两个人都喜欢女主,但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和彼此的友谊。 所以他们约定好,不管女主选择了谁,他们依旧是彼此的好友。 经过这些之后啊,先前的不快已经一扫而光,朋友美美地回去开始睡大觉。 结果晚上就有人潜入了朋友家,将他残忍杀害。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女佣,女佣赶过来通知弗朗西斯,弗朗西斯痛苦万分。 这时,他想起了那个沉睡男的预言,他立马赶去警察局报警,正当警察准备将喀利加利缔拿归案时,传来了快报消息。 原来,警察已经抓住了入室行凶的歹徒,但审问时,歹徒又失口否认自己和前两座案子有关。 就这样,线索又断了。 第二天,喀利加利的帐篷外迎来了一个美丽女郎,正是我们的女主了。 女主先向喀利加利打听父亲的下落,喀利加利便将女主引到了屋内,将沉睡男唤醒。 女主一看,如此害的景象立马吓得逃走了,到了晚上果然有人闯入了女主的卧室。 这个人就是沉睡男,他迈着魔鬼的步伐悄悄地接近沉睡的女主,举起手中的匕首准备刺向他。 但沉睡男被女主的美貌迷惑,又放下手中的匕首将女主掳走。 女主醒来不停挣扎呼救,宿舍的众人被惊醒急忙追了出去,很快就追到了沉睡男。 沉睡男见状丢下女主逃向山,最后从山坡上滚了下去。 女主醒过来说凶手是沉睡男,但弗朗西斯不相信呢,因为在案发的整个过程中,弗朗西斯都在监视了喀利加利。 喀利加利和沉睡男整个过程一直在睡觉啊,那就有点蹊跷了。 弗朗西斯再去到警察局,将警察求证先前抓的那个入室刑讯的罪犯,确实还被关在大牢里不曾逃走。 他们再次去到卡利加利的小屋外,警察想入室查探,卡利加利却百般拒绝,行为如此诡异引起了警察的怀疑。 警察强行闯进了他的小屋,将沉睡男睡觉的棺材抬了出来,打开一看,里面哪里是沉睡男呢,这是一个沉睡男的替身人偶。 卡利加利见事情败落,便从山坡逃走,被弗朗西斯一路跟踪,最后看见卡利加利逃去了一家精神病院,没想到精神病院的院长就是卡利加利。 卡利加利,弗朗西斯大受惊吓逃了出来,他告知了精神病院的医生实情,医生们决定帮助他。 他趁卡利卡利睡着,溜进了他的办公室,找到了一本叫做《梦游学》的书,上面记录了一个叫卡利加利的精神病学家, 为了研究梦游者是否会受操控去杀人,用催眠术控制了梦游者,然后利用梦游者实施了一系列连环案件。 原来,院长的真实姓名不叫卡利加利,院长十分崇尚卡利加利的研究,所以化名为卡利加利, 继续着他未完的实验。看完之后啊,所有人都明白了石墨,而此时,人们也在山崖下发现了陈睡男, 人们抬着陈睡男去抓捕院长,尽管院长奋力挣扎,但最后他被永久的关进了牢房。 到这里啊,整个故事差不多到尾声了,听完弗朗西斯说的这个故事,老年男子不禁决的背后发凉。 随即,二人离开了长凳,来到精神病院,看到了陈睡男,弗朗西斯惊恐万分的告诉老年男子, 如果想偿命,就千万不要让他帮你算命哦。 老年男子被吓得离开了,随即,男主看见了院长,他衣衫整齐地站在了门口和某个博士讲话, 弗朗西斯无法忍受卡利加利被放出来,上前一把抓住即将离开的院长, 却被众人抓住,像疯子一般挣扎着。 最后,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,原来啊,弗朗西斯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妄想症病人, 他一直妄想院长就是连环杀人罪犯卡利加里,而院长也一直在寻找治疗他的方法, 没想到,电影最后居然来了个惊天大翻转。 这部一百年前上映的电影啊,打破了早期电影的俗套, 让德国电影打入了世界电影。 最重要的是,他影响了后来众多的黑色电影和恐怖电影, 第一次实现了主观视角的创新,成为了表现主义的典范。 总之,这部电影对人类电影史具有重要意义。 好了,今天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